第三棒 1903年罗振玉 著名的京史学家文字学家 他对中国的敦煌学 竹简的研究 青铜的研究 都有很深的造诣 他1903年在上海看到铁云藏规 而且看到了刘厄藏的藏品以后 马上重视这件事情 他从1910年开始寻访 到底这些东西从哪出土 王毅游当时买的时候 是和东北的商人买 后来罗振玉发现出土的地方 在河南安阳 所以他是到1915年 考察了出土地河南安阳的小村村 当地村民早都开始做这个生意了 把挖出来的甲骨在河边 沾着水磨磨 把上面的污垢全磨完 磨白了以后 卖给药材商 1915年罗振玉考察安阳以后 他在得到甲骨出土地的同时 他最大的发现和贡献在于什么呢 商代的国都 罗振玉认定这个地方就是延续 包启玉认定这个地方 林的高峰